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想说把我珍藏多年的苹果巧控板拿出来充电一下 结果开启电源一点反应也没有振动反馈感 想想这个巧控板我从2017年购入也过了7个年头 又加上这次我真的有1到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拿出来充电 感觉应该是内建电子挂掉才造成它无法使用 但是这块巧控板是用双面胶贴合完全没有用到螺丝 这种组合手法连在专门教人拆装Hi-Face都评价困难度有3 他们也认为这种双面胶真的过度粘贴造成阻碍回修困难度很高 那内建充电电子就简单在淘宝购入 价格也不贵 韩运到台湾大约在350元搞定 但寄到台湾也要5到7天的等货期 所以不浪费时间 先来拆巧控板把最难过一关先渡过 首先用吹风机来把背板加热 降低双面胶的粘度 好啦 感觉差不多有点热度 现在开始是困难的关卡 只要能把底板拉出空隙就有机会撬开 哇 完蛋了 这大型吸盘完全吸不起来 哎呀 怎么办啊 看似光滑的底板却是完全吸不住 嘿 算了 换一个便宜小吸盘来试试 哎呦 不错哦 吸力蛮强的 可惜这底板一样纹风不动 哎 算了 只好大力出击机用工具印上了 哇 我的妈呀 完全敲不起来 在这样下去我真的要放弃了 这粘贴程度完全是没有打算让你打开来自行维修的机会 哦 有了 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让我敲开一个空隙了 哎 现在只要慢慢一步一步顺便划开 应该就能打开底板来替换电池了 妈呀 我真的好傻好天真啊 连划开缝隙我都要出到9到10层力气才能动作 天啊 这巧控板在保固期内换掉 应该是直接换新品给你吧 苹果应该不会白花力去去打开维修 有94%直接丢回收处理掉省事省成本 妈呀 这底板双面胶粘贴的有够紧的 这翘刀片都已经变弯变形 可见你就知道它粘的有多紧啊 哎 不行 这刀片上都快被残胶粘死到报废 先用酒精来清理一下附着在上面的残胶 然后再来做下一个动作 妈呀 阿婆啊 你是用了什么牌的双面胶粘贴 这残胶也超难清理 哎 不勉强 清理有8层干净 再来接下去继续拆开 好 现在四边已经被我拆开三边 应该只要把上面的吸盘大力拉一下就会打开吧 哎 怎么感觉还有五层力度粘在上面完全打不开啊 而且也不能用双手大力扳开 感觉这底板可能会被我折成两半 目前感觉是这底部是粘实实的 还需要再用工具把双面胶撬开 而且现在用的刀片完全敲不到这中心部位 这样再搞下去会没完没了 永无止境 不行 最后方法只好上金属敲棒来处理 希望别把电池包戳破啊 妈呀 连上金属棒也十分吃力不好敲动 哎 天哪 到底是粘多紧 能不能打开啊 哦 yes 终于被我打开了 谢天谢地啊 妈呀 你看看内部已经接近7到8层贴满双面胶来固定 这是打算整死维修人员吗 唉 那先把旧电池接头断电处理 目前旧电池只有轻微的骨包 从侧面看起来会更明显 但愿如我其望 只是简单换完电池就能轻松秒杀再使用 接下来就是另一个苦拆式 就是把旧电池把它敲起来 虽然说已经有点骨包也连贴7年了 但它目前拆的感觉和在拆底板没有两样都是很难拆 现在只能慢慢一步一步小心拆开 如果刺破电池包接触产生火啊就不好笑了 哎呀 不行啦 温和的拆解手法完全不理你 旧电池还是老神在在的贴死死文风不动 没办法 只好来硬的了 哇 现在可快多了也好拆许多了 妈呀 这底部保护层都被我刺破 旧电池还是拆不下来 哦 终于拆起来就贴三个点让我搞得满头大汗 也还好我拆的手法够小心 目前看起来没有被我戳破的问题 再看看旧电池的制造日期是2017年9月 能用到现在也算回本了啦 啊 好啦 那今天就先拆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等大陆寄过来的新电池换上再贴回去就好 那拆完这个过程 我的心得感受是 奉劝大家千万别自行拆修了 就算我手上有iFace专用拆机工具 也是非常的难拆开 而且我拆开这巧控板背后 也有2到3层的损伤痕迹 有点不完美 除非你真的时间太多又有挑战的精神 奉劝大家还是买新的比较省时省力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地方边编 odds 煌倒 方圆 4